MST黄金魂系列北欧神斗士西哥蒙德他来了 居然隐藏了哥哥双头龙的彩蛋玩法 接下来先上360度展示再上瓶装过程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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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仅是阻尼感特别的到位 而且在根部的时候还会有咯吱咯吱的声音 让它的组合度在把玩的时候绝对不会出现掉落的痕迹 然后金属脚后面的小翅膀安装也是非常的紧实 然后我们开始进行上半部分的组装 小臂还有大臂甲的组装都非常不错 手型也非常好 其中马踪的塑料件是左右都可以进行旋转的 而且也是紧实的情况下 这里对于摆POSE来说真的是太好了 然后我们把上胸提起来 把副甲安装上再把上胸放下来之后 进行组装的就是裙甲了 副甲组装的都非常紧实的基础上 裙甲同样是非常好 可以进行任何角度的一个摆放 在摆POSE的时候又是一个加分点了 然后就是胸甲还有肩甲的组装 同样是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肩甲是可以收纳到我们的这个马踪毛里面的 这里也是非常不错的哦 最后呢就是头部的组装 我们将面雕后发前发组装上之后 再将面罩组装上 人形部分就组装完上了 最后我们再将武器拿起来 OK 这就是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MST的原创的最新系列的 灰色神马 希格蒙德 怎么样效果还不错吧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给节目一个 一键三连哦 拜拜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